还是表演上 他跟我说过 只要我能出三十首歌 他就帮我出专辑 后来是我离开的他 有一天欧阳静来找我 他说他可以帮我出专辑 我离开江浩哥之后 我连再见都没敢跟他说 因为我怕他生气 对 是我对不住的 知道就好 我那天的确去找过江浩哥 可是我喝多了 他只是想把你培养成另一个我 一个更听话的商品 什么意思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告诉你 有我的场合 请你自动避让 因为我不想跟背叛者同台 江浩 江浩 我不是商品 我不是商品 阿姨 你醒了 你没事吧 我怎么了 我好像找回很多当时的回忆 这是哪里 这是录制现场啊 我醒来的时候正在录节目呢 差点就穿帮了 还好我保住了 这电子机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已经喂了好几遍了 可是你就像昏死了一样 一直都不行 好几个小时了 可能是我之前把电子机送去 修坏了吧 对不起啊 没照顾好你 没事 只是觉得有点累 傻不傻啊你 都几点了还不赶快回去 因为我怕如果我离开了 你就消失了 我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消失啊 如果你真的消失了 就说明你回到自己的身体了 也是好事 但如果 我真的消失了 而且还找不到我自己的身体 你会不会回忆我一下 不会 什么 我是说你不会消失 我还等着你拍很多舔死人的偶像剧呢 生活已经这么辛苦了 你还要发泄工业糖 给我们这些少女心的人啊 你夸我就不能好好夸吗 什么工业糖 那是垃圾食品好不好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还有什么糖 是自然的 我吃的可是 肯尼亚草原上 马赛人 手工熬制的 风糖 那我就要替肯尼亚儿童 谢谢你每天捐赠 一美金 对牛弹气 心情好点了吗 气都被你气死了 那 你问出结果了吗 不是的 吓死我了 我就说我们家周一燃肯定不会 他没有坏心眼的 那 你的线索又断了 我觉得 你应该去问问欧阳靖 他是你之前的经纪人 你没有那么在意彼此 我觉得那天晚上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什么叫做我们那么在意彼此啊 你以为我是你啊 那么冒冒失失的 没弄清楚情况就去问 如果他不知情 那还不是白问吗 要是幕后黑手真的是他 就更不能打草惊蛇 肯定会被他编造的故事 糊弄老半天 但我真的不希望 这事情的背后 有欧阳靖 他 我没有任何地方得罪的 他不应该害我 我发现 你是个很单纯 很长情的人 你闭嘴 你少在这里给我脑补那些恶心的画面啊 都几点了 赶快回去吧 哦 啊 怎么了 啊 啊 腿麻了 哎呀 拜托你 多走几步吧 啊 啊 啊 你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这简直像一千只蚂蚁在上面咬好吗 你们女人怎么这么麻烦呀 我不管 反正我不走了 哎呀 这哪是一千只蚂蚁